新北客家事务局将于8月12号起到8月15号 举办一鸣爷文化节活动 今年首度选在客家鲜明渡海来台的登陆点之一 淡水港举办祭典仪式 同时将让一鸣爷乘坐轮船还港祈福 另外还邀请了在地学校及外籍人士共同参与 希望让这个代表客家文化的年度盛事 能够成为国际性的活动之一 新北市一鸣爷文化节将于8月12号起到8月15号 在淡水区金色水岸广场展开 而这也是19年来首次选定客家鲜明渡海来台的登陆点之一 淡水港举办一鸣爷的祭典活动 纪念我们客家鲜明 当初在北部登陆淡水就是第一站 所以现在还有荧光室在那边 第二个意义呢我们是希望新北三环三线 淡水会最早实现 预计107年就会提议来完 所以我们一鸣爷的活动特地选在淡水来办 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局局长赖金河表示 今年的活动有三大创新特色 除了会让一鸣爷乘坐轮船还港祈福 也将邀请在地学校共同参与采接及表演活动 同时广邀年轻人及外籍人士参加挑担奉范绕镜 文创竞赛等等 让一鸣爷文化节能变成一个国际化的活动 透过第一次移私到淡水办 祈求能够有新的创意 有年轻人的加入 有国际人士的加入 让一鸣爷的活动慢慢变成一种国际化 新北客家一鸣爷文化节 8月12号将会到新竹公营一鸣爷 8月13号 14号为主场活动 除了祭典仪式还有创意采接 嘉年华等等的动态节目 另外静态的部分则会有一名文化主题馆 客家特色商品展售等等 欢迎民众一同体验客家的信仰与文化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